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由教育 故本溯源 2018年11月6日 由图灵奖获得者John Hopcroft教授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教授 共同发起的高校计算机专业优秀教师奖励计划 在北京大学召开了首届颁奖典礼 26位C9高校的计算机专业优秀教师 脱颖而出 自那日起 他们共同点亮了一盏灯火 从宴园里 释出了一艘属于中国计算机本科教育教学革命之师的红船 中国有四倍的功能力 但学生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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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世界上的领域 那些学生奖励领奖励 将会在学生奖励领奖励领奖励领奖励 就是人才 我们要有世界一类的人才才可能建立成为这样的一个一流的科技强国 两年来 John与高文教授领先的科学家团队 走进中国互联盟企业的排头兵阵列 架起了校企人才培养之桥梁 力求打造中国计算机本科教育教学变革的新版图 字节跳动 科大训飞 腾讯基金会 平安科技等一流企业 对计算机人才的滋滋以求 恰恰也凝聚成一块块人才培养的沃土 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们 在象牙塔中的积淀得以链接时代发展最前沿 计算机专业教师们 也唯有不断汲取前沿科技的养分 方能自我脆心 衍生新知 计算机本科教育的处需 必须跟随时代的脉步生长 融入国家战略需求的布局中 墙本固本 前浪与后浪 新火传承 与时代洪流 共同奔勇 我们看到这些年 中国高科技企业和高校 尤其是计算机专业 实际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步骤 一方面计算机专业培养了 大量的基础性人才 它为高科技产业和企业的发展 输送了大量的优质人才 高校这些专业的建设 人才的输出 其实都是会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 专业发展的这个计划 我们觉得既很重要和我们也相关 所以我们愿意积极地参与 而且给予大力的支持 除了关注学生之外 要去关注教师 一个优秀的教师 它的一个理念 可能带动的不仅仅是说 一批或者十个一百个 它是整个理念的一个传统 计算机专业对科技强国是核心竞争力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科技强国实际上就要 在我们国家的各个产业各个行业实现信息化 从2018到2020 两年光景 星火燎原 从C9高校扩大到44所高校 从26位获奖教师到54位优秀教师 思维教锋 学术论道 技术比武 校园内外述说着不同的教育故事 传递出的却是同一份温馨 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携手并肩 在祖国的江南塞北 波萨一查又一查 计算机本科教育的新描 我想获奖不是一个结束 而是编锁我前进的动力 却得到了如此高的支持和肯定 我感到非常激动 我想这是对我十多年来 计算机教育的一种肯定和一种激励 我将不断学习 持续改进 以更努力的工作和更有益的成绩 回报大家对我的认可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间 最开心的事件之一 回归本分就是在引导教师 热爱教学 清新教学 研究教学 不断地向学生 去学习 将自己科研工作中取得的实用技术 引入到家案里 不光知其然 还能知其所以然 这对我们课程主而言 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因为热爱 所以坚持 我将不忘初心 继续努力 继继续培养和带领青年教师 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 为中国的计算机教育事业 千专加往 创新人才 培养质量的提升 将是我们最大的目标和使命 自回国任教以来 我坚持每年 被本科生上课听课程 小时候 我的理想是做一名教师 当时没想到 教后一门课程 竟需要一辈子的坚守 教育就是教书育人 奖励计划 执在计划教师教学热情 促进师生沟通 提高教学质量 鼓励更多本科教师 回归讲台 回归教育 回归初心 发现更多的优秀教师 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 打造新课呢 首先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让教师能够真正回归到 教学当中来 更多的一线的优秀教师 获得奖励受到肯定 如果本科教学抓好 其实高等教育就搞好 有人说 本科生的课 无非是踏上讲台 展书授课 殊不知 在那方寸之外 却是一片无穷 与浩瀚的教育哲学 在老师的讲授下 我不仅提高了专业知识 还加深了专业理解 将这些难用的知识 转编为简单易懂的知识点 复杂的内容与粒子相结合 原生的课堂氛围十分轻松 从广度中要求深度 不懂事内容教学 是他的课 激发了我对计算机 世界探索的兴趣 用心育人 不是简单的照本宣科 了解学生所想 洞察学生变化 带着以人为本的理念育人 激发本科生 无限的创造力 努力开创 一流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的新局面 涌现了一批潜心本科教学 关心学生成长成才的优秀教师 在引领教学科研 学科以及私事队伍建设等方面 外线垂放 该计划 对推动我国计算机教育 做出了重要贡献 利得树人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主则主业 你们是教师群体中屡职尽责的典范 将会激发教学工作的老师们更大的发展的空间 关注优秀教师聚焦 人才培养 推动学校教师评价体系 那么人才呢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教育 特别是在本科生的基础教育 所以我们要共同努力一起打造 对中国科技强国 对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 搞好本科教学 宽口径的本科教育体系 为学生提供自由广袤的空间 让学生在更多的试错 与自我挑战中 寻找自我的价值坐标 好的本科教育 不只需要一批优秀教师 更需要所有教师 共同参与 共同努力 怀揣一颗本心 星火 必将 辽元